外边是梨 带着不是雪梨 因为加拿大这块没有雪梨 里边放的川贝百合南北新 我也不知道南北新是什么东西 哇太精致了 上面还有一个盖 那个盖放到这儿了 看着好好呀 要吃一口会不会特别美味 我尝一下 看着那么赏心悦目 连果味都好吃 这个梨好像雪梨 真有点雪梨的味道 太好了 里面还放了杏仁 这里面放的糖有点多 我把它给弄辣了 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它就是跟外面的水混合了 太精致了 第一次吃这么精致的雪梨汤 刚才学习了一下 就是把那个梨那湖给它挖掉 挖掉然后把这些杏仁呀川贝呀 这个百合呀都放在里面 里面不放水 它里面蒸出的水都是那个精华 外面放一点水给它上锅蒸 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拿水一煮 刚才说错了 这个川贝这些药材都得提前煮一下 才能放在这里 要不然它是特别硬的 然后大火烧开了之后 小火炖两个小时 才是这个样子 我平常熬梨汤的时候 差不多也就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解决了 就出来了 然后那个梨也不是软的 是硬硬的那种 然后吃着真是不如这个 吃着好吃 炖时间长的确实不一样的味道